歌唱節目超級星光大道將在8月復活 節目的靈魂人物陶晶瑩 這次卸下主持棒改擔任總評審長 與金曲獎的音樂總監洪敬堯 還有知名製作人李星雲站在同一崗位 而節目要在後天的實體副賽 選出50名選手登上星光大道 讓民眾是相當期待 今天晚上你這個人睡不著嗎 如果真的睡不著的話 我可以陪你痛快唱一整晚 歌唱節目超級星光大道 即將在8月重返江湖 節目主持人陶晶瑩 這次卸下主持棒升格成為總評審長 如果你找到的話 你就賺到一千塊了 好 陶晶瑩演出安施愛美會後 睽違11年再度踏上華視 諾賢賽內裁判初步人選有 金曲獎音樂總監洪敬堯 還有知名製作人李星雲 陶子姐這回要和這些知名音樂人 平起平坐 所有海內外的忠實觀眾都瘋了 就說會停嗎 怎麼可能停呢 不是唱得很好嗎 那所以其實我們覺得是應該要給 這些愛護節目的觀眾一個交代 節目在2007年開播 當時先請歌唱選秀蜂巢 不但捧紅蕭敬騰 楊宗偉等歌手 還引發對岸節目跟風 如今傳出復活消息 主辦單位敘事待發 6月28號要在三創生活園區 舉辦實體複賽 要從1000名參賽者 還選出50位選手登上星光大道 星光大道目前還在積極招攬 中港台歌手加入陣容 製作人山人熊希望帶領 堅強團隊再度撼動華語歌壇 郵件TV綜合報導